在这个温度显示界面 我们按第一和第二两个按键 同时按下去 等它显示这个界面的时候 然后按第三键 把这个数字是0 改成0 40就不用管 然后按第二键 然后再按这个第三键 这个1 如果是1的话 就再按第三键把它改为0 再按第二键 再按第三键改为0 然后再 第一键第二键返回 显示这个数字的手放开 然后再按这个第一键 按三秒钟 显示 这个按第二键 123次 然后这个时候再按第四键 时间按两次改成这个 这个显示的时候 再按第二键 按一下 显示这个数字的时候 这个这个字母的时候 然后再按这个第三键 按一次 按第二次 按住 把这个数字改成-169 改成-169 然后手拉开 等一下 等到显示这个的时候 再按第四键 现在这个是显示关 然后把它改为开 改成这一个 然后手放开 然后再长按第一键 一次 再长按第一键 好 显示这个好了以后 这个温控表就回到了 初始界面了 好